幸福 Oh my God 好美喔 這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啊 待會夾下去 滿嘴都是金屬啊 喜歡吃和牛的朋友們 有福了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新光三月的樂軒松坂亭 將和牛枕頭購入 再以燒肉 壽習招的型態 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樂軒松坂亭 整體以京都亭源風格呈現 從之為末節中 透過視覺 觸覺與味蕾的交織 風魚詮釋出頂級和牛 難以言喻的極致饗宴 樂軒松坂亭 他一向就是以什麼出名呢 讓我猜 牛 哇 這會不會是太假了 沒錯 所以喜歡吃和牛的朋友 那個樂軒松坂亭 這一集絕對不能 沒有看到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吃了 因為現在下午 三點多快四點 我們快二扁了 你知道嗎 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店長 今天為我們呈現什麼好吃的牛肉呢 我們今天呈現的是店內推出的大門主套餐 總共會有六個部位 那當店長他在烹飪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吃吃他的什麼呢 先來吃吃他的前菜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啊 鮪魚你愛吃嗎 我愛 嗯 鮪魚真的好好吃 那個油脂醬分泌 而且喔 應該很少人 吃鮪魚片 還直接配飯的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真的是餓好久喔 好餓喔 這到底是什麼魚啊 這個是富山百鄉 難怪 你都吃光了喔 我吃光 我好餓 那你根本就連這個是蝦這個很甜 你都不知道 就直接吃光了 我家它很甜 我吃完滿意的笑了 剛剛蜘蛛人有說 好吧好吧 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稍跑的是 我們澳洲酒家等級的牛蛇 那牛蛇都讓我們 使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蛇根的部位 愛嚼蛇根的人 那是你吧 我愛嚼蛇根 我是全台灣最 最愛嚼蛇根的家電 最好 我是台房金馬的 電商老闆裡頭 最不愛嚼蛇根的 你怎麼好意思 Oh my God 好美喔 這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啊 這待會加下去 滿嘴都是金屬啊 以前主廚都是很珍惜的 在加金箔 就是一點點碎的 我覺得這個不不得是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拍攝 所以才放這麼多 各位朋友 你看到這一集 你們來吃 並不是只有 並不是這樣 你知道嗎 有更多 對 那是因為今天結席卡 今天親自來到這邊 電廠才大手筆 放了這麼多的金箔 OK 現在我們來吃的就是 澳洲酒家的這個河牛的牛蛇 那麼我首先呢 我想把這些金箔帶回家 我才想吧 你有金塊了 你有在care金箔嗎 這個直接這樣吃 這實在是太奢華 太奢侈了吧 店長這要沾什麼佐料嗎 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 它真的是不一樣 它非常的有嚼勁 可是呢 它很嫩 因為很難想像 因為它很嫩 然後又很Q彈 真的好好吃喔 對 好複雜喔 那第二口 第二口的話 搭配我們上方的圓形佐料 中間有一個綠色的 那個是我們的蔥鹽 這個 是 我們搭配了宜蘭三星蔥 然後青蔥 我最愛了 不要相信店長說的 這個蛇根呢 你就要加很多的很多的這個 然後洋蔥它其實是甜的 各位你知道嗎 它甜甜的再加上這個 牛蛇蛇根喔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耶 然後我剛剛忽然看到 他們端出的這個炒飯 是為你準備的吧 其實呢我們影片到這裡 這一道其實它算是比較後面吃的啦 但是因為我們實在太餓了 所以那個 我們就要求店長這個先給我們吃 你看它這個炒飯對不對 好像它就是一般的炒飯 其實它這個炒飯就很不簡單喔 它是用牛油去爆香 然後再加上一些牛肉末兒醬油 所以聽說是味道非常的香 我今天就要來吃吃看了 真的喔 哇好吃 它這是屬於味道稍微重一點點 美食 而且很台式的這個炒飯 我剛剛忽然發現 喔你很喜歡這個洋蔥喔 對 如果要加洋蔥的話 我自己個人認為我應該要更棒 板劍 哇塞 為什麼上面還有放哇塞味啊 因為日本和牛的話 其實在日本當地的 他們都會用一點點哇塞味搭配 來我們來吃吃看吧 今天吃的這個板劍呢 它口感應該是稍微有一點點彈牙的感覺 來 那麼大家一定想說 哇怎麼切得這麼薄而且這麼小 沒錯 因為它這真的是價格不便宜啊 它的肉質真的就是鮮嫩 而且我好喜歡它裡面 含著那個炭香 真的真的 整個感覺也太細緻了吧 確實確實是 欸板妹你真的你來試試看 我不敢去把塞味 等一下不是板妹 卡妹 等等我幫你做特效 大哥我才是白板妹啦 板妹你回來吧 你現在還蠻好的喔 對啊你看回來吃的就是你了 來我們接下來來品嘗的 是那個 冰庫縣 基露 這個地方的那個 和牛 它的後腿肉 那我們今天吃到這個呢 非常的飽 它只有0.2公分而已 超薄透的啊 是的 我們來吃吃看 你看它的整個肉汁有沒有 都還在滴有沒有 都還在滴 一滴一滴的 好油亮喔 是 那我覺得這裡最棒的就是什麼 你看我們從剛剛已經吃到 好幾種不同的品種的牛 然後不同部位的 那每個部位它的口感其實都不一樣 有的滑嫩 有的比較有點彈抑 而且他們料理的方式也都不一樣 然後它的香味呢 其實都不一樣 你看它的整個肉汁一直在滴 蛤 大滿足 而且一次要兩塊這樣吃 才會過癮 蛤 啊 油的那個油脂的香味 跟那個肉汁 整個在嘴巴裡面爆開來 我希望我們這個節目能夠拍50集 所以台澎金嘛 我在賣這個和牛好吃的 要趕快跟我們聯絡啊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會說十大必吃和牛了 我們現在就不講這個 我們就一直拍 一直必吃 拍到70歲 這樣可以嗎 嗯 好 接下來呢你看看呢 這個牛肉 牛肉塊是什麼呢 就是橫格牛 橫格膜吧 橫格膜 不准鹼 不准鹼 記得啊 那個我們之前 第一次吃到橫格膜的 橫格膜 幹嘛 不准鹼 你自己講一次 記得我們今年第一次吃到橫格膜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呢 真的是土包子 在講 這到底怎麼樣 都好吃 至少北部來講 我們現在吃過的餐廳 我們現在會用平靜的聲音 說橫格膜 對 因為好像感覺就是 蠻popular 很受歡迎的 來我們來吃吃看吧 剛剛店長還有告訴我們 就是說啊 不凡可以加這個柚子 他說第一口最好吃 那個原味 但是我不相信他了 我每一口都要加 加什麼呢 加調味料 我要來吃吃看 橫格膜 哦 味道就是比較Q彈 比較有嚼勁 然後讓你越嚼越香 它的牛肉好吃 你弄一些佐料來講的話 它會讓你的風味變得不一樣 但是一樣都好吃 因為層次就會更豐富 接下來我們來吃喔 這個精彩的小火鍋 或者是蒜牛肉 換一種吃法 對 那其實它的這個湯底 我自己個人 它是屬於比較台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用老母雞的雞湯 加上精華火腿 等等去餵出來的 我覺得光這樣聞起來就好香 好濃郁的雞湯的味道 所以這個雞湯它一定是 一直濃縮 能說到最後 然後再來這樣煮 我現在來吃 入口即化 滑進我的嘴裡 這是我今天 它已經消失在你嘴巴裡了吧 最愛最愛的 就是今天這個燒燒鍋 這個肉啊 五分熟吧 今天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它那個高湯 我們剛剛喔 我還沒吃光拿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聞到了那個 濃郁的那個雞湯的香味了 剛剛一直在看啊 他們這附的這個 這個小點心吧 是 其實它這個點心呢 你千萬必要那個 你來吃的時候 一端上來就把它吃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喔 一直從頭到尾都愛吃肉 吃肉吃多了 有時候會有一點膩 所以呢 它這邊呢 它有醃漬的這個番茄 然後這個水果丸 就是讓你這樣吃的時候呢 就解除那個肉的那個油膩 而且當年點綴 然後再繼續吃 各位今天最後 已經很快的進入到尾聲了 就是今天最後一道的這個 佳肴菜肴 那這個是什麼呢 它這個壽喜燒呢 沒有全名啊 就是A5和牛壽喜燒 它這是關西的這個壽喜燒 在吃之前我想要問一下卡妹 欸你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子來啊 這是這邊的一大特色呢 穿這樣子進來吃 你會以為自己生在日本 其實每個客人來這邊 他們並不會提供這樣的和服 那是因為 那個是卡妹來才有的 然後它上面還有加這個松露片 沾著這個生的這個蛋黃蛋汁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這個味道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要一口把它吃掉喔 喔太難了喔 今天天天這一道 實在是真正最好吃了 我媽有吃到裡面 有 糖 對不對 你有口感 真的好香喔 有沒有想說店長為什麼把那很細的糖粉去炒啊 因為這個糖炒一炒 它有一點點焦焦香香的 再加上這個蛋汁 怎麼搭在一起 這味道真的太棒了 今天這樣一整套吃下來喔 雙人套餐八千八百塊錢 真的非常過癮 實在說啦 大多數喔 我們可能比較沒辦法說 唉 下了班走 我們來去吃這一套八千八 但是例如說一些紀念日啊 生日啊 對不對 然後真的是全家來這邊喔 或者是跟太太啊 結婚紀念啊 太太的生日 來這邊兩個人喔 這樣偶爾這樣打打牙記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棒 今天真的太過癮了 愛吃和牛的朋友們 我們這家餐廳叫什麼 新光三月的樂軒松滿廷 必吃 嗯 486系列YouTube頻道正式上線囉 聽特別來賓的精彩人生故事 486會客室 帶你吃遍全台灣的美食 吃遍全台灣 請聽民眾最真實的想法 486街頭全民調 超鬧超歡樂 你絕對不能錯過的超有張力 一個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 你好 哇喜 陳立民 充滿新奇熱門好物開箱的 486系列之好物開箱秀 在486看見有故事的人 About us 立即按讚 訂閱 分享 486投稿 天天都有新故事 帶你跨越不同世界 啊